好兄 黃博川有自作進入 歷史文化駕台砲台 是當地社區的一大地下 現在在文化球配合社區 作為來將砲台進行修學 讓它為何萬貓展現歷史的駕駛 在砲台旁邊的替檔 是將砲台的外觀都吃掉了 為了將砲台為何萬貓 展現它的歷史駕駛 將法官文化球是特別與社區配合來進行修學 好兄 黃博川的這個古砲台 是在這個中華館文化球定義的這個歷史建築 從以前因為砲台外面都有一個鐵皮屋 這對古砲來說覺得怪怪的 加在這邊經過我們環保社區 以及我們地主非常合宗 大家決定說要把這個鐵皮屋拆掉 我們文化球願意積極來整理這個環境 我們今天開工要把這個鐵皮屋拆掉 把旁邊的環境整理好 三年來我們把這個歷史建築 開始來做調查研究 後續的這個規劃設計 主要是其實是要把 福興和六港這邊在日本時代的這個 戰爭的歷史 重新再找回來這樣 社區希望 它會收穫成為重要的基點 建立帶動社區的觀光發展 我們要謝謝我們文化局 給我們這個機會 把這個歷史這個古物 能夠把它保存下來 我們是希望說 我們四邊 平衡我們做得比較好 人們來參觀 不管在內部 外部 外部 或是說 那個交通方面 稍微有人說 整頓一下 這樣來的人參觀 比較 就比較舒適 社區的發展 也有勇氣經營 因為社區的發展 就是庫 有時候有一個 有時候有人 油膽下來 來這裡觀光 我們有些慘的 糖尿 沒有 沒有 我們就有活力 立修後完成之後 文化局也會前出經費 將報代推動社會中華館文化主宰 收後的重要基點一日 新中華新聞副龍青 福昌查宏報道